所以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矛盾就是土地问题 你们显摇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土地纠纷非常的大 你说到北京上访的一多半就是土地 把他们家宅基地 把他们家祖祖承包的土地给人家两块钱 或者说最多二十万块钱 一瓶比三百给人卖 卖走了 卖走了一捣手 他们就三千三万 他们就卖去了 就发了 所以你要想发财 你就跟地方政府一勾结 你把属于奴婢祖祖辈的地 你给他卖了 你给他红某 你给他俩条 你就发 所以你看 现在发财的不是说 你多半都是靠这个 你想土地增值了百分之五 才给人家原住民 最多百分之十 百分之九十你们都拿走了 现在我们国家有一半以上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的收入 主要是靠着土地财政 什么样 卖地 而且你卖的地 新人的使用权 你应该一年一年再说吧 为什么 因为你当政府 你等了五年 六年或者三年 下个人政府怎么办啊 你这人政府 你把那七十人的租金 你一次给收莱了 你是有钱 你怎么下一个政府呢 没有 这种发展能够合科学发展观吗 所以说你们注意 中国最深层次最深的问题 还是个土地问题 你们知道吗 所以秦辉 清华大学教授秦辉就说了 你老说集体所有制 那农民是集体所有制吗 什么叫集体所有制 打土豪分田地 每份农民耕着有几天 每份农民分着一份地 第七 信用凭证 对吧 像执照似的 农民非常保护呀 多少年我们有地了 把那照搁到枕子底下 枕着 盖上你还没够热呢 又给收回去了 叫集体化 什么叫集体化 人家新卉说了 那地是领的 由于规模效应 咱们大家把那地交出来 弄一个集体经济 好比是弄一个股分制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口 对不对 我问问你 我入了屋 我能不能出来 如果我这在博物馆里有意见 我愿意单干 我能不能把我那一屋 收出来 能吗 集体化的意思就是 这地是我们的 我们能给集体 现在我要出来 不许出来 秦辉就说了 只能进 不能丑 叫什么 叫集中营 那怎么就集体化呢 怎么就 最后说你说话太损了 那集中营了 那你先回来看看 背集体化 中国从来没有集体化 只有背集体化 所以中国现在最深思的矛盾 怎么解决出这个问题 对不对 台湾怎么解决它 三七五建筑 地主的地 对不对 监果 这个 收买 把地 分给农民 农民没有钱 没钱 咱们 你干活 先舍着 你有劳动力 你只要有劳动力 你干活 就给你合成钱 那地就是你的了 完了这些地主呢 把地 卖给了国家 国家又给了农民 给了政府 政府给了农民 完了之后 这些地主就变成 有了钱了吗 有了钱了 进城市 商业资本 变这么家了 人家 台湾搞得散修 建筑 搞得好不好 当然好 所以现在台湾 城墙差别已经消灭 到台湾看过去 台湾的农民 绝对不比市民穷 甚至比市民还富 中国你再到农村看不见 李昌平 湖北 现在现在相当李昌平 给中国立东西写信 你们都知道 2001年 借着入室的东风 叫农民真口 你不是农民 你不知道农民苦 你不是农民 你不知道农民 对负担过程的无奈和憎恨 你不是农民 你不知道农民 对农村的绝望 和对城市的敌视 叫你不是农民 你无法真实的感觉到 这叫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 我向总理说实话 中央电视台 2001年 凭十大感动人物 李昌平 凭什么 就凭这三农问题 你到台湾看看 人家有吗 台湾是政治民主化 一人一票选省长 我说我不承认 马英九是什么总统 台湾选省长 我还得承认吗 人家可是真选 不是假选 中国大陆 一人一票选的是村长 差着香港县长省长 跟人台湾还差了三档的 第二 人家台湾经济现代 人均接近两万美金 我们大陆两千多美金 第三 人家贫富差别最小 成乡差别小别 那台湾是模范省 你问你是中国三四个人 搞得最好的手 就是台湾省 你要不信 你打 你打对啊 现在台湾哪来呢 台湾问题是内战一流问题 中美第一个联工贸 美国政府注意到 海峡两班的中国人 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美国政府对此度提出一议 改开放 小平说 一国两制 和平同意 第二句话 同意台湾 没有时间表 小平把将军们找到了 跟他们举了一个手指头 说现在是一个中心 不能两个中心 不能多准心 这一个中心是什么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百年不动了 党的基本路线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党的这个基本路线 至少要管一百年 胡锦涛一上台 又加了四个道 拒经会审搞建设 一心一意爆发 不许看别的 拒经会审搞建设 小平说 一心一意搞建设 不许三心二意 所以小平说 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 统一台湾 没有时间表 对不对 完了到了江泽民 上台了 芒菇会谈 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我们表述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表述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就是 中华民国 就是谁也别啰嗦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一个中国 中国 对不对 各自表 不就完了 对不对 最后江泽民又代表中央 搞了个统一台湾的八点意见 简称江八条 江八条流浪 有两条不打的 第一条 哪个东西我不打 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内战 中国人历来是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你打内战的叫什么呀 中国人历来讲究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得也 对不对 中国反分裂法怎么说 最大的努力 最大的耐心 用和平的手段 来解决我们内战一流问题 什么叫罪呀 比两边高 极大事 又比两边高 又是一极大事 所有其大值里的最高的 最大值 所以中央用的是罪 对不对 最后呢 江泽民说 你不动力我就不打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因为你中华民国 你191年1912年成立的 你当然是中国人 你是中华民国的第12总统 满牛 你当然是中国人 你不能成立台湾共同国 你不动力我就不打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台湾说 你不打 我就不动力 中国人说 中国大陆说 你不动力我就不打 你不打 我就不动力 美国说了 维师先兆 他说国日子 美国说了 我只成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 就是中华人民国国 但是 台湾是你们内战 一六位地 你们有何必能办法来解决 简单说 两个亲兄弟打架 老美战胜仗给拉架 你说好不好 你想 小日本说 打呀 刚过了25年好日子 刚过了30年好日子又打起来 打呀 小日本说打呀 人家老美说 别打 两班 所以说第一次国共合作 取得了北伐的胜利 第二次国共合作 取得了卡尔亮的胜利 第三次国共合作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是基本实现现代化 所以第三次国共合作 哪天开始了 2005年 连战国民党主席一把手 到大陆到北京跟共产党总书记 胡锦涛握手 说实际上两人 相逢一笑 与人仇 宣布两党关系正常化了 可惜他是在野党 过了两年 马英柳又带领了国民党 又变成执政党了 你们都知道 对对 所以有人说 我说我坚决支持 一国两制 还不同意 我坚决支持 统一台湾没有时间表 你把自己中国的事情做好 你把自己国家变成一个 公平正义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一切问题一时节 我说我跟你说一个笑 他都独立不了 台湾一共2300万 大陆一共是13亿2300万 正好多一整数 台湾台商 30万个台商 并居在浦东昆山等地 前几年 我们一调查 发现80%的台商都包上来 这包上来是好事吗 包上来用小兵的说法 叫社会上的丑恶现象 但是有一例 它必有一笔 有心灾花花不成 是无心插柳柳正音 现在双向直飞不落地 原来我们大陆的飞机 在春节等包了机以后 从北京往台北飞 直飞吗 先到香港落地 再起来 后来改了 双向直飞不落地 就是在香港不落地 客户兜圈 什么叫兜圈 香港有一个1073平凡公里的面 上面有一个飞航情报区 那飞机啊 它往香港飞啊 它不能 它不落 但是要往香港那飞航情报区那 踏一边 本来从上海到台北 比如说 现在是100分钟 那时候那150分钟 所以说人家全世界看中国人都滑稽 那飞机吧 双向直飞不落地 什么意思啊 双向直飞 它不就是不落地吗 你都没听明白 它后头有一刻 不是叫兜圈 所以说大伙一看 你们这么那么滑稽 你们都是什么圈啊 你们 现在告诉你 从去年开始不兜圈了 马上就要开班机 航班不是包机了 航班翻一翻 现在党中央的策略就是让老百姓到台湾看过去 你们有机会暑假 到多少台湾看过去 化解第一 让台湾人民到大陆来看看 看看怎么样也不错 到你们校一看森林 森林的学校 台湾就没有 我告诉你 你们显像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这句话 这句话解第一 我就说 我跟你说一个笑话 如果200万台商还定在大陆 现在已经调查了 大概还有200万台商 如果照着这个比例 80%的台商再包了二奶 这事就解决了 你想想 两岸双向直飞不落地不多圈 再开了班机 航班 再开了班船 再从金门修一桥修的下 开了汽车就过来了 这些台商都是蔷史军提 一个主意 他可不是编写军提 他回台湾看大奶 平均生两孩了 他跑到大陆再看二奶 再给他生一孩了 回台湾看大奶 回大陆看二奶 这一年来就三五回 谁还敢分类 这叫血涂一水 我们的这种办法被他们称为 你知道什么吗 二奶统一中国 打死党 所以叫不变成士兵 战之战者也 你想想 非得打 打的打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 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 我下午给他们讲的什么 我给他们讲的那个 那个美国 我去跟他们讲 我说最欺负中国的是哪国家 近代史 俄国 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 黑龙江以北六十万 新疆五十多万 近代史他哥们拿走了 1924年 穿透外蒙独立 独立独立独立 外蒙从元朝 明朝 清朝 最起码千年了 都是网的 中华民国 1991年 1991年成立的时候 中华民国的地图 是一个海防树的树叶子 到1924年 斯大林穿透独立 抗上战争以后 苏联狂 超级大国 国民政府 派外交官 签订 中苏友好条约 大林说 外蒙独立 你们得承认 你想想 结果中华民国的外交官 爱国 就这么承认 就听条约 留个尾巴 什么尾巴 在联合国监督之下 如果外蒙 举行全民公决 如果全民公决的结果 是外蒙独立 则中华民国政府 承认外蒙独立 到今天 联合国监督之下的 全民公决 也没有举行 所以人家 中华民国的地图 注意 还是一个海棠树的树叶子 我原来小时候 学地理 老师说 看我们中华人的地图 像什么 小朋友们说 像鸡 现在我在看 根本就不是鸡 是一个海棠树的树叶子 现在再看我们的地图 怎么看 怎么不顺眼 我就想 它怎么就成鸡了呢 结果怎么样 到解放之后 毛泽东去了 跟人家苏联签订 中苏 友好同盟 互助条约 麻烦了 天哪个是同盟啊 什么是同盟啊 盟国 盟国就是哥们 怎么样 撒利说了 外蒙独立 你还跟人说什么呀 哥们 独立就独立嘛 老宗 承认 你们想想 到去年 人家 俄国还是欺负胆呢 黑虾子岛 乌苏里江 黑龙江 中国黑龙江 最东北的那间 有一个大老 叫350多平方公里的黑虾子岛 中国跟俄罗斯签订过49个不平等条约 大个儿的我们都知道 中俄泥普条约 中国爱归条约 中国北京条约 小个儿的我们叫上名字来 历史学家 开一单的 49个 如果我们中国政府都承认 黑虾岛 还是往中国的 为什么 黑虾岛的南边 是浮远水道 浮远是我们一个县 叫浮远县 那个水道 那个水道 小个儿 在枯水的时候 昭德 中国的渔民 汤了水就过去了 实际上 他跟我们这连累了 而黑虾岛的北边 叫黑龙江 主航道 当时跟他们化解的时候 是以黑龙江 主航道 中心县 而且黑龙江 主航道的通行权 是两国共有 结果 黑虾岛站了以后 完了之后 怎么样 当地的爱国的 老百姓跟铁家 人家每年捐六千万块钱 租一条船 对吧 完了之后 每条船 这一条船上挂着五星红旗 每一天 围着黑虾岛 转一圈 为什么呀 从黑龙江 往乌苏里江走 如果走浮沿水道 那叫超近路 如果走黑龙江 主航道 还得往北边 兜一圈 但是 必须得让 黑龙江 主航道 对岸的苏联人 你得看见 天天 你得看见一遍 一艘船 一艘船 主船 主航红旗 从上过 那就是说 主航道 中心线 也就是主航道的航行权 是共有的 你们想想 结果一直到去年 一人一半 江泽民一拍板 同意 江泽民主政的时候 干脆事 拍板 同意 去年化解 天下岛 一人一半 我们一说过 346部份等条约 你都承认 那天下岛还是我们的 小斌的同意说 各自主舰 共同开发 你知道吧 张泽民着急 他非要跟人签 他为什么要签呢 中苏边界 4200公里 就差黑下岛 别的都签 他的意思就是 我主政的时候 我把中苏边界 全给划完 这样在历史上 我也算一个人物 对不对 可是你是一个人物 那为什么你要同意呢 实际上小斌那招是对的 就说咱先不谈 是吧 咱们呢 签不能签 因为你签了 有伤感情啊 但是中国的零统 你怎么给人签了 是不是 结果怎么样 去年开始还签 化解还欺负咱呢 在我们这一策 他修了一个教堂 化解也一半 靠东北的归你们 俄国 靠南部的归我们 对不对 那教堂就算咱们这边 签走 你要不签走 我们掏钱 跟你搬走 或者我们掏钱 圆文不动 再给你盖一个 俄联全不赖 俄国全不赖 那教堂就是他 到现在怎么中央又让步了 也就是说 黑箱子 他化戒的时候 那戒居然化了 我们眼皮底下来了 所以你现在站着浮远 一看就看那个尖尖的教堂 那就等于眼睛那里一扎一针 一看 看见没有 太棒了 所以你注意欺负中国 最厉害的就是俄国 一共拿走了我们 三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国独 现在我们还剩九百六十万 大约相当于现在三分之 日本不用说 日本圈内中国谁不知道 说欺负中国 老大就是俄独 老二就是日本 所以中国最好的就是美国 你想想 在抗人战争的时候 半壁河山丢了 日本来一个重庆大轰炸 把我们重庆人炸得血肉红飞 中国的工军也不行 在你最惨的时候 接近王公灭种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谁帮你了 人家美国 共同 共同 让陈大德组织飞不得 九五年 不是九零五年 荒山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美国的老头子 八个的老头子 来了好几个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问他们 你们还记得不记得 六十年以前 他说我们记得 六十年以前 我们都是百里挑衣的好小伙子 我们都是飞不顿的队员 我们用我们的青春 生命 热血 我们保护中国人民 免遭日期飞机轰炸 我们保证你们中国不要为王国灭戎 我们从云南那边开启 驼峰航线 我们给你们运了来一百五十万吨战略物资 飞机损失了三千价 飞行员死了 两千多人 最后 美国的海军跟日本的海军在太平洋主岛进行血战 中途岛 瓜特康纳岛 冲城岛 一个岛要打 打冲城 美军海军陆战队死三万 伤六万 海军陆战队 十里挑衣的好小伙子 飞行员 百里挑衣 诺满地登陆奥马海滩 美军死四千 美军打冲城 光海军陆战队就死三万 伤六万 打死日本人十几万 那个战争打完了 那一岛打完了 双方死 二十一万 战争打得极其残酷 为了日本海军金融队 美国海军也是金融队 当时日本的日本兵 把美国兵的肥罗绑在椰子树上 拿刺刀刺死的 把生殖器搁起来 搁他嘴里 照张照片 给他妈寄起来 美国这帮老派 拿着自己儿子 嘴里和那生殖器 被残杀 被误补的照片 却封了 找美国总统罗斯福 说我们的儿子 为国捐躯 我们可以理解 我们的儿子 是这种奇迟大 我们实在想不通 结果怎么样 罗斯福也愤怒了 原来智囊跟他说 造冤蛋 罗斯福说不造 人类互相残杀 有了炸弹 有了燃烧弹等等 还要冤蛋 不造 看了这种照片 罗斯福说 造 就拿跟他说造 造就得造俩 罗斯福说好 造俩 在美国最吃紧的时候 人类物理财力最吃紧的时候 罗斯福下定决心 因为你这个原子弹 从无到有 废得大进口 你要说造出来 成名生产 没问题 对不对 造俩 造完俩 二胖都说 能不能用 红能用了 扔 跟美国 跟日本 哪有那么大仇啊 结果1945年8月6号 广岛一颗运达 广岛死人十几万 灰飞烟灭 哪来这么大仇啊 人家说了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不对 就是你们这种照片 人家罗斯福本来是个善人 你干嘛扫着 你们这么整人 你们拨弄了人类最深沉的一根弦 叫母子情深 二战专家评论 说退一万步 你把这照片给他爸寄起来 你都不是一个安全子单 你想一个母亲生一个儿子容易吗 儿子死了还不够刺激他 还侮辱他 你想 最后天皇开大会 不是开大会 开小会 把大臣叫来了 怎么办 十几万事 灰飞烟灭 很多日本人着火 河里跳 烫死了 河水就废烫 知道 完了之后谁也不说 日本一个大臣醉牛 你们都不说 他就说了 他说别怕 他就一个 就是美国那种炸弹 就一个 刚说完 你一报告 长期又炸了 这叫罗伊 为什么美国的智囊说造俩 为什么造俩 他不一块扔 他8月6号扔一个 他停两天 他8月7 8月8 他不扔 他8月9号才在扔 他就是给你反应 所以说就跟下棋似的 你想两步 我想三 你想五步 我想八 就是这么意思 博弈啊 就是下棋啊 所以说民主体制啊 博弈的这个角色水平 他绝对高于独裁体制啊 否则干嘛老板民主额头 干嘛要民主法治啊 对不对 所以说 那小子后悔了 那小子后来回忆 说我怎么跟天皇说 他就一个呢 我怎么不跟天皇说 他就俩呢 对 他就俩 那第三个 猴连马越他造不出来 你说这后天皇也不听他了吧 他也不说话了 天皇立即宣布 无条件投降 天皇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是一二三 一百多次农民起义 两千年封建历史 出现了大的小小 三百多个皇帝 改了三十六姓 天皇 两千年没变姓 所以天皇就不是人了 他是个半人半神的东西 他把诏书录了阴 凡是日本兵的地 放他录阴带 一放他录阴带 日本兵 包括他们日本兵的家伙 全都跪倒去 跪倒去 全部跪倒 完了浑身多嘲 我说怎么回事 激动 为什么激动 没听见神说过话 他没听见 他爸 他爷爷都没听见 所以他听见神说了话 可以就 人可以跟人辩论 人能跟神辩论吗 所以日本这支军队 没有一个班 一个牌 一个联法兵 有没有自杀呢 有一千多个 包括军官 甚至于士兵 不服 不服怎么样 自个儿抛股自杀 但是你不能带着弟兄们 滑便 所以日本这支军队 起头 他最高的领导 他不是人 他是半人半身 你先让 结果怎么样 美军 麦卡斯将军带领六万美军 攻占日本 没有遭到任何 如果天皇不说 独天才投降 如果日本不是这样一个社会 他准意有人跟他干 你打到我们老家了 我都不跟你干 天皇说不干 天皇说不干 我也得干 但是日本就没有人干 所以说 所以说 如果日本天皇不说 独天才投降 美军占领日本没有问题 但是得死一百万美军 日本兵最起码死 你回来 中国抗日南的胜利 推迟 你想想 最后人家卖帅 跟中国是哥们 叫做蒙末 人家上了日本第二天 人家向中国军队发出邀请 让我们也派六万集团军 共同战领日本 我们的抗日部队就整血 都整血了 先遣部队都过去了 第一大城市东京美军战 第二大城市民古屋 中国军队战 人家美军连营房都给腾出来了 那一战起来了 历史不能假设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 在当时 有胡锦涛他们这种人 提出构建一个核心的社会 我们占领日本 已经占领六十多年了 调教日本人已经调教六十多年了 什么净夺神圣的问题 钓鱼岛的问题 什么 教科数的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你才明白 人家梦子那句话 叫人必自如 别人才辱职 家必自毁 别人才辱职 你只要把我们中国构建成一个民主法治 无平正的和谐社会 一切问题 而且 人家美军六万 伤六万 死三万 人家把冲绳拿下来 人家给谁 美国总统罗斯福 亲自跟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说 冲绳 留学军岛 还给你 来就是你中国的 让日本人给抢走了 现在我们美国小伙子用生命鲜血又给卡回来了 我们是民主国家 我们不要殖民地 还给你 蒋介石 不要 过了些日子 在另一个场合 罗斯福总统又给你蒋介石了 人家又跟他说一回 琉球群岛 冲绳岛 还给你 蒋介石 不要 两次不要 人家罗斯福回家闹闷 跟他周围的人就叨了 说他怎么不要 他怎么不要啊 毛泽东也不要 俩人都放弃对日本的索赔 所以说前几年 人民贸易不紧张 叫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不能代表中人民 你们凭什么不要 当时很多人的观点就是一定要他赔 赔多少钱 一美元 日本战争赔款 一美元 这叫什么 这叫尊严 这不是说要钱呢 这是要尊严呢 凭什么你不要 对不对 哦 日本欺负你你不要 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这个和那 日本不然有他的毛病 中国没有毛病吗 好孩子也是怪出来的 一个主意 是吧 现在一个钓鱼岛 我来个劲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 所以说对于日本的这个索赔 那是不对的 为什么大内战 因为毛泽东跟蒋介石俩人是内战内行 你知道吗 外战外行 你知道吗 俩人争当中国的老大 我跟你讲 你不服我 我不服你啊 好 互相交谋话啊 你干了我是蒋匪 我就干上去共匪 你干了我是共匪 我就干上去蒋匪 这又怎么样 这又大陆拍的电影 蒋军围住一个村子 抓一个地下共产党党员 老百姓把他藏起来了 把他蒋匪 蒋军就把机枪支起来了 交不交 主交我就打老百姓了 地下共产党员听见了 大吼一声 不要向老百姓开枪 就是把我张罗 你到台湾看看去 前些年 拍的一模一样 就是把共产党员 就是把共产党员为主一个村子 抓一个国民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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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老百姓把国民党员也藏起来了 共产党员指向上交不交 国民党员在这头一听 什么 要向群众开枪 大吼一声 三名鼠一万顺 蹦出来了 这就跟钱 一样 神经上你干嘛要妖魔吧 你得下一个 对对我一再说 对不对 所以说中国就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统一台湾没有时间表 一个国家一个中国个子比较重 完了之后双向三通 三通通行中游什么通商 完了互相的承认学历 像你们这儿的好大学到台湾承认 大学毕业 台湾来到中国 如果是台大什么的正经八百大学大陆 也承认 两岸一互动一化解 这得完了之后 走动一多 谁还敢分裂 中国就是 那有人说 那蒙古怎么办 蒙古没有办法 蒙古 八七八二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中国正在闹学潮 党内正在斗生 赵紫阳 八七到八 八零到八七的总理 八七到八九的总书记 他准备把学潮 解决学潮的问题 纳扰到民主法治的轨道 结果小平不干 小平暴力抄家 俩人发生了分体 就小平站了上风 说赵紫阳 你支持动乱 你分裂党 赵紫阳辩护了 我是党的一把锁 我干嘛要分裂党 我是政府的手脑 我干嘛要支持动乱 那支持动乱的都是在野党的事 我是一个执政党 我干嘛要支持动乱 对不对 结果怎么样 结果发生分析 把赵紫阳软禁十五年 悲剧 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学潮 也没有这场党内斗争 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什么意思啊 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你们都知道 苏东巨变 苏联解体 苏共解散 蒙古是什么 蒙古原来就是我们的 加在中苏两个大国之间 是不是苏联 不是 什么叫苏联呢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十五个加盟共和国 有蒙古吗 没有 苏联一解体 成立一个叫独立国家联合体 有蒙古吗 还没有 蒙古慌了是不是 为什么 加在中国两个大国之间 连个驻海口都没有 苏联红军一撤 蒙古一共二百万人 经济非常的落后 成了国际社会的器人 人家主动派人来到中国 要求回归独 当时我们中苏没有内乱 我们的主意就被踩大了 我们什么主意啊 二百个亿 当时远华事案金额 厦门远华事案金额 走私五百多亿 别走那么多城市 省出两百个亿 给他们 二百万人 一人一万 二百个亿 当时蒙古五六口 咱们按六口换 一一户六手人 就给他六万 当时六万什么概念 彩电冰箱音响 外加五间大外房 外加守护拖拉机等 全给他配齐 让蒙古人民 先于祖国人民 全面被小康 完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独立国家联合体 我还玩意独连体呢 完了我们这独连体 你向前看 隔五年到十年 一选举 邦连 再隔五年十年 一选举 联邦回来了 那有人说了 乌苏里江一东四 黑鹿江一北六十万 怎么办 也不能打 打他干嘛 不打 苏联一解体 远东地区的人口 急剧减少 当时在远东 他抢我们的地儿 抢了我们的 离他们那些欧洲的 因为苏联 就是俄国是四分之三的人口 在欧洲 传统上他属于欧洲国家 他抢到西伯利亚 这么远的地儿 他得排上来 排身青年团 青年团年下 献了青春献终身 献了终身献子孙 到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时候 他解体以后 远东地区的这些 住行团员们 有的当爷 有的当奶 人家已经在这儿 快陷了 快陷子孙了 陷了终身了 已经干嘛 纷纷的回到欧洲 回到家乡 所以远东地区 急剧减少 俄国人呢 又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不会做粮食 也不会做菜 我们中国人 就过去了 好几十万农民 所以我们主张 把乌苏里江 推中江的边防移撤 中国的农民 谁爱过谁过 冬天的时候 他们一结兵 他们一不留神 猪溜猪溜的过去 到底这是干嘛 给他们种粮子种菜 他们不爱办的活 给他们干 完了结婚 生孩子 只要把孩子 生在俄罗斯土地上 就具有俄罗斯国籍 两代人以后 一调查 远东地区的中国人 2000万 俄罗斯人200万 来一个全民公爵 回来了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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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 你们注意 但是你注意 人家到俄罗斯 扎了根 因为全是华侨 现在已经四千万了 人家到外国 扎了根 生了孩子 扎了根 干嘛要回来 问题又在这儿呢 所以中国必须得安装 我们社会员所谓 良性互动 良性互动 就是中国古诞人说的话 叫君之士臣如首逢 则臣是君如辅心 臣是君如拳马 则臣是君如拳马 君之士臣如拳马 君之士臣如土戒 则臣是君如扣仇 什么意思啊 你是君 我是人 你把我们老百姓 当成首途兄弟 我就把你们 当成心肝宝贝 你们把我君 你把我们老百姓 当成全马 我就不认识你 你要把我当土咖了 我就把你当扣仇 扣仇什么意思 骂人的话 用现在的语言就是混蛋 你把我当土咖了 我就把你当混蛋 这叫良性互动 所以一个国家 你要想让老百姓爱国 非常简单 你就爱老百姓 这叫双向互动 还没写一下 互动 还没写一下 互动 只要双向互动 你必须很轻易 这叫双向互动 最好 就是 不是